大家好 我这次想聊一下川普 目前川普在华人的 华人对川普的印象 就分两拨人吧 一拨人是挺川的 一拨人是反川的 反川的人 反川普的人 就把挺川普的人 称为川粉 脑残粉 川普的脑残粉 其实我是一个支持川普的人 有一段时间我不理解 作为一个华人 你只要是希望中国好的 你都会支持川普 但是有些人就是反川普 我就研究一下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够反川普 其实华人在美国的选票 几乎是可以忽略掉的 华人在美国的人口比例 华人美国人 华人是很多的 华人美国人占美国的选票比例 几乎是可以忽略掉的 所以你反川也好 你粉川也好 都无足轻重 我只是想说明一下 哪些人是支持川普的 还有哪些人是反川普的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很多华人也看不懂川普 当年川普和希拉里在辩论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还是觉得 可能希拉里的胜算高一点 川普是一个政治新秀 感觉他的辩论就跟来表演一样 大家很多人是看笑话来的 但是也有很多眼光很深邃的人 知道川普会当选 但是你最开始不知道没关系 将近四年过去了 你还不知道的话 你不是蠢就是坏 我解释一下 支持川普的人和反对川普的人 都是哪些人 其实支持川普的人 和反川普的人 是敬畏分明的 就是非此即彼 几乎没有中间路线 很多人认为 川普把美国撕裂了 其实不是川普把美国撕裂了 是美国本来就撕裂了 本来就四分五裂 只是川普上来以后 直接把这个现状 直接展现了出来 让人觉得好像 是川普把这个事情搞砸的 其实不是 别说美国撕裂 欧洲已经撕裂了 欧洲再这么撕下去 就灭亡了 就灭亡了 这个默克尔 欧洲在默克尔的带领下 以及在这个精英的 这个白左的这个带领下 灭亡是指日可待 数指头算日子就可以了 所以也不知道欧洲的觉醒要花多长时间 它花的时间越慢 对美国越有利 因为美国正在快速觉醒 快速右转回归保守主义 那我的言归正常说一下 基本上哪三类人 是支持川普的 也就是说 你如果不是这三类人 你一定是相反的三类人 就是这么敬畏分明 第一类 你是一个新教徒者 你是一个新教徒 我们知道 作为新教徒的这个 这个观点 是反对什么一些 堕胎啊 同性恋啊 男变女啊 女变男啊 不男不女啊 又男又女啊 忽男忽女啊 四男四女啊 这种各种怪胎啊 这个在新教徒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 新教徒这一类人 是支持川普的 因为川普代表了新教徒的价值观啊 反川普的人呢 同样啊 他肯定就不喜欢新教徒那一套 他就觉得同性恋啊 不男不女啊 又男又女啊 可男可女啊 我是一个男性 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女性啊 我就可以进女厕所啊 就是各种光怪陆离 他都认为很正常啊 所以支持川普和反对川普的人 就这么简单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保守主义啊 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啊 美国 川普是捍卫美国的传统价值观的 啊 在这一点上 所以呢 只要你懂美国啊 华人里面 你懂美国 你知道美国的传统价值观 你就会爱川普 如果你呢 根本不懂美国是什么东西啊 其实很多华人 为什么他喜欢拜登啊 他不care美国啊 他只care美金 所以呢 他对川普就不敢骂 第一 我也不是新教徒 第二 我也不懂你什么美国的保守价值观 所以呢 他就这个 会去 喜欢拜登一点 而且川普这个人很张扬 也不符合中国人那种 装逼的内敛性格 中国人认为你做领导的 是吧 你这个不能这么张扬啊 你得装个逼 像个领导的模样 是吧 所以川普呢 一直是装逼 一直是那种 我行我素的这种性格 很直率 所以很多中国人啊 看惯了这个包子 中国的领导人是吧 嗯 一张扑克脸啊 他觉得一张扑克脸 嗯 有个领导范啊 川普一天到 E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嗯 觉得看不顺眼啊 这是第二点啊 第三点 等一下 电话响了 啥等一下啊 第三点啊 就是那些好吃难做的人 好吃难做的人 或者说是 嗯 穷人 卡油的人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 选拜登的人啊 就喜欢政府的福利啊 拜登是明说的啊 我上台 我就要提高税收 保障穷人的福利 保障非法议员的福利 这对于那些好吃难做的人啊 真是一个福音啊 天上掉馅饼下来 多好啊 是吧 而川普呢 是反对这个高税收 高福利的 一方面 他要减税收啊 二方面 他要减福利 实际上这个政策 是奖励 那些有能力的人 和勤奋的人啊 所以 勤快的人 勤奋的人 认为自己啊 脑袋没问题 手脚能动的人 就喜欢川普 为什么 因为我去劳动 我就做事情 政府不会收我很多钱 啊 那些耗时懒惰的人 不想干活 还想政府养的人 就会选拜登啊 所以反穿者和挺穿者 无非就三类人 嗯 我这么说 已经说得很透彻了啊 刚好我在这边认识的几个朋友 一一可以对号入座 要不你就是认同美国的传统价值观 要不你就是教徒 要不你就是个勤奋的老板 你知道 经营不容易 政府要低税收才好 高税收就 我创业就就艰难 就这么几类人 很简单啊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 欢迎给我留言啊 拜拜